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由來勒本周第一集 10樓不是司徒 星期一 2023年4月10日 農曆2月20日 紅色假期復活節翌日 復活節星期一 所以街上看上去沒有什麼斜 剛才開了一條蛇 開了一支筆是一條蛇 我先看看天氣預測 現在下午兩點半 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後風 正逐漸門禍 此外一個低壓區 正為菲律賓爾東海域 帶來不穩定天氣 而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 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 和換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天 日間就溫暖 部分時間有陽光 星期四雲下午2點 現在錄得的 2點錄得的西環溫23度 相對濕度75分 區氣溫最低21 一支獨秀 稍基灣 荃灣可觀23度 長洲居民24度 最高25度 包括赤立角和青衣 包括赤立角 石江 和元朗公園 青衣24度 好來 隨便找到三單的 所謂脆紋 脆紋 脆紋 這個 這個不是屬於脆紋 這個我想不明白 為什麼要這樣 只看這篇報道 或者只聽我讀都應該不會明白 如果條題我會說 結伴踩車踩到要告上法庭 所以你跟別人踩單車結伴 那踩到最後為什麼對方會告你 你聽完內容 你會覺得有什麼好告呢 不會明白 所以覺得當中不是那麼簡單 這件事 聽我說 他說 一生能夠還到一次 即是台灣 這裡來自台灣 是非常熱血的經驗 看你怎麼還 我也還過很多次 不過我是坐車還到 我不是踩車還到 或者是兩個電單車還到 又不是行路還到 相對沒有那麼熱血 坐車還到 有多熱血 當作是旅行 你要坐車還到 你硬一天都可以 這就說了 但是長時間在外面 又要面對還到 這個時候很多險惡的路程 遇上所謂豬隊友雷隊友 真是令到你還到的 心情非常慘 他這篇是說踩單車的 譬如你 只說東面台灣地圖的番薯 右邊 蘇花公路那段 也是挺空險的 對不對 尤其是不要說石頭會跌下來的 那些下石 或者大不大風 下不下雨大不大風 也是一個問題 多考驗你的意志力 所以有些人會跳過那一段 你問我 我都常常有興趣去走路 我真的要詳細計劃 如果要還到 雖然是隨心走路 但是也要知道台東那邊 是比較空險的 如果途步還到 我要最空險的那段必須要在一天白天有陽光的時間完成 可能我天空光5點就要出門口 翌晚6點太陽下山前一定要離開那段空險的蘇花公路 這是很麻煩的 其餘那些地方反而是接近有市區 隨便今天走 譬如我由台北起點 我先走去 詩詩不要那麼大上頭 第一天先走去新竹 你隨便走第一天 從台北一路向下走 地圖左邊 一路走 加以雲林 就算是屏東 高雄也好 經過很多市區 或是攤仔 隨便走 很隨便 今天喜歡走到累就休息 隨便找個有旅館 有什麼地方有網卡 或者有公園就睡吧 OK的 但是台東那邊不是 你得到的可能只是 一條公路 或者一條馬路旁邊 一個海 你想睡一晚都可能冷死你 那邊是考驗大一點 左邊那邊反而一到屏東上都沒有問題 這個慢慢再考慮 這篇是說踩車的 有一名女網友 女仔 她在面書一些社團 聚述自己環島的時候遇到一些事情 同行的女性朋友過去也曾經有環島經驗 因此就和她一起出發 事主就是女性 她和她一起環島踩車 都是女性 怎麼分呢 事主我們簡單一點就叫她是事主 事主和事主朋友 最後事主朋友是要告事主 很奇怪 好 事主就覺得事主朋友 以前好像有環島的經驗都在一起 沒有問題 因此一起出發 過程中事主因為 帶頭導航路線 他導航 拍插部手機在前面 踩到一半手機電力就剩下30% 假設那天行程他想踩多少30-40公里 亂說 他踩到40公里就踩到20 手機沒有電力就剩下30% 而他得知 對方的事主朋友 電話不知為何還有90%的電 可能他沒有開 我懷疑他沒有開上網 或者他的電話可能是新的 電話可能會避開諸如此類 因此事主就希望事主女友能夠 你來帶頭踩前面導航 電話沒電很緊 你來吧 但沒想到事主女友就拒絕他 我也想不明白 為什麼 導航不導航 唯一我想到一件事 結合 始終台灣又不同香港 數據沒有就是沒有 或者大陸叫流量 都看得挺重的 不是每個人都吃到飽 可能事主女友沒有吃到飽的流量 或者一個月可能只有3GB 也不奇怪 2GB 不想再導航 或者不想開地圖 我猜是這樣 不是無緣無故不導航 他本身自己有經驗 等到電話只剩下10% 用了90% 就決定先找地方休息順便充電 沒辦法 叫事主你有90%電 你也不導航 你也不帶頭 我沒有了 繼續踏踏到我30遍 10個小時找地方休息充電 很正常 當日 這個事主原鋪 凌晨3點開始踏到第二天 下午3點 不是 是傍晚的5、6點 即是一跨再多兩個小時 多厲害 我突然想起這個女子 應該那個腳很粗 好了 她想踏到傍晚5、6點很累 休息一會 誰知道休息一會 沒多久就被她的事主女朋友叫醒 就說 周圍的人都休息了 離開了 可能他們都不知道 她沒有寫得很詳細 她又說周圍的人都離開了 雖然她兩個人結伴去環島 但是不排除 環島的過程當中都會遇到其他人 就跟別人車尾一起走也好 始終有個盤有個照應 諸如此類 我不知道 這件事很迷糊 事主也覺得不清不楚 所以這件事是不能下個結論的 很多事很隱悔 你又說兩個人去環島 你說沒有電沒有電 叫朋友導航 朋友又不肯導航 但轉頭休息的時候 沒有休息一會 朋友又叫醒你 周圍的人都離開 為什麼會有周圍的人都離開 如果有周圍的人離開 你跟著周圍的人 他就不用你導航 或者他導航 整件事很奇怪 結果電都未充滿 可能我休息了不夠一小時 令到事主超級不滿 手機活電的我叫起來 要裝死大家一起裝死 一起寫 抱著死 手機沒有電都未充飽 你又不肯導航 又不成 又要一起寫 撞下海 不料再次上路之後 對方竟然騎到根丟 即是說 這裏我又想到一些東西 好了 你叫醒我 電都未充飽 你就走吧 隨便吧 迷路迷路 怎知再次上路的時候 那個事主的女朋友 女性朋友 事主朋友 竟然都是在後面 依然是事主開頭帶路 踩踩不見了他 即是撞失了路 好了 但這裏你又說他有環島經驗 但會當失路 可能他不是踩那條路線 都不奇怪 問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好端端你由03踩到黃昏56 即是11600 1700 都沒有發生後面那件的 踩踩一下不見了 你再上路你不服氣 你讓他叫醒再上路之後 他就會不見了 這裏這一刻我有懷疑是什麼 事主很不服氣 你又不肯導航 吵醒我 我睡了一個小時 電話未充開 然後他可能狂踩 一放絕塵 所以後面那傢伙跟不上他 所以 所謂吵失了他 我懷疑是這樣的 可能他在法蘭紗 你誤到我自己先走 我真是死 然後全程五六波的 就這樣衝 後面那傢伙一放絕塵 車尾燈 後面那傢伙就不見了 我懷疑是這樣的 他是沒有這樣寫的 好了 原鋪 即是 事主 手機又未充滿電 沒什麼電 可能剛才30 剩下10 可能充滿50 唯有在公園順便休息 或者公園充電 有一家最多的 他說等到手機充滿電 聯絡對方 但對方已經回頭亂騎了 這裏又有個疑問 他說唯有踩踩下 發覺那傢伙不在右邊 電又未充滿 應該都不會跌回到10 應該有三四十 你要聯絡對方 不會浪費到你那三四十巴仙 為何你那一刻不聯絡他 他就說 不如去到公園充滿電才再聯絡他 所以我覺得他是生氣他 生氣他 但他說 到我充滿電再拘捕他 打給他 他已經在後面亂騎 走回頭路 沒問題 你便回家 還有下文 原本事主提供自己的位置 可以令到對方自行回來 我放錢了你10K 你踩過來 你找到我的 但沒想到 他又不想開 事主朋友 他根本就不想開導航 剛才我分析過 是否一個月數據只有2GB 不想開 不奇怪 真的不奇怪 跟他說的時候 他又不肯開導航過來找他 而且發現原來他連充電器都沒有 這個事主的朋友 更加會想 原來他一直不肯導航 怕沒有電 連充電器都沒有 其實他們是否想著24 一天雙塔 24小時內還倒水 電都不充 不知道他 他說 而且發現他的朋友 連充電器都沒有 我亦只好把認識的收車師傅電話給他 即是他踩開車的 沿途也有認識的車行 舊人的 比賽那些 車頂上有車架 跟著那些不知甚麼車 叫那些認識的收車師傅 單車行的說 你載他回去 或者載他火車站 等他乘火車回家 我自己繼續行程 後面不知道為何他再沒有聯絡我 亦都沒有聯絡我給他的收車師傅 而且他還怪我自己一個人繼續還賭 那麼開心 整件事很奇怪 這樣的事 herzlich 對方因為自主賣光了他 不開心 然後就拉 反正不見面就發定 真是好笑 先不要理他 是否倆小器鬼 硬地礦 heir 勾到了反無人 可以告美國嗎 倆人結盤離開車 說自己就算發脾氣 可以告他會 很奇怪 當中這件事照字面看應該是隱瞞了超級多東西 除了說不見面我們就法庭見 我真的想不到他告什麼 告朋友跟我去踩單車去賣掉我 大家這麼高這麼大 你都不擔心我會不會回不了家 兩個都是女士 我不知道後面那個女士會這樣想 而且事主說過這個女士本身已經有還到經驗 都懂得照顧自己 除非你第一次還 除非你只還過一次 全程都有人來照顧你 你又不是踩斜錯斜的 這個女子還說 事主朋友 等我資料被抓之後搜集所有資料證據 你就等著出庭 高上法庭 很奇怪 想不明白 笑就不是好笑 是一個很大的問候 告他什麼呢 第一 第二 為什麼你要告他 就算我剛才說中了他隱瞞 有隱瞞這篇文章 我這樣說 這篇文章表面上寫出來 我覺得整件事的事實 40%都沒有 唯有猜就是可能事主會生氣 然後自己一放絕神踩去不理他 那些 但為什麼他這樣可以告他 告他什麼 唯有看完留言看怎麼說 始終台灣人不會明白 有個人說 環島選人一起環島 要謹慎選擇 自己也試過有些不好的經驗 等於不要說環島去旅行也是 平時沒有什麼 要一起去旅行 去外國 可能一個禮拜 那些相見好和住難的朋友都出來了 那些事情 就算不是一起住酒店 可能只是去什麼景點 你要去A或B 都會吵架 所以一個人去是最舒服自在 另一個人就說 他是不是年輕人 出門一定要有人帶路 沒有導航 如果怕就不要出門 破壞團體行動很無言 這裏不會知道他 根據朋友沒有充電器 可能因為怕沒有電 所以不導航 而不是沒有數據 但是充電器真的不會很重 你放在後面 我真的不太明白 有些人說告什麼 他可能是告對方遺棄 這種不明白 另一個人說 這一種去法院認證 是會認證了什麼 他自己的公主病 他有沒有D公主病 我真的不敢說 不知道 但是我肯定 我都很肯定 中間有一點 就是事主應該是生氣他的 那一刻 不是不會賣掉他 我覺得挺好笑 但是為什麼會告得入 告什麼 我很想知道他告他什麼 我朋友和外環島 然後他中間扔下我不理我 這樣告得入嗎 告我朋友不照顧我 除非他是一個未成年的人 對方是成年 應該就可以 如果不是大家都成年 你告什麼 還要放上網 沒有問題 狗屎垃圾放上網 但是一看這篇就知道 就算現在放上網 這個是事主 我看過這篇你也是有所隱瞞 你也不老老實實寫整個故事出來 別人怎麼幫你 結果是怎樣 我不知道 我回到幾個興趣 我想他當然不會告 只有一個講字 問題是他要告 我想知道他要告些什麼 很奇怪 柯過到一個點 幸好我身邊沒有 台灣有香港有什麼地方 沒有這樣的朋友 我身邊不會存在這樣的朋友 好下一單就 這單吧 說完這單 這單就 我頗想看原作那篇文章 我稍後要放大這篇文章 有它有燈出來的 是一篇什麼來的呢 好了 引子引言就說 教養孩子 新教是極為重要的一環 新教就知道是什麼 新教 現在很多人都沒有 但是又生個叉燒出來 反而生個叉燒出來 不會新教 自己都教不上自己的時候 他就會引用老坑的說法 之前老坑的過時不適合 這個時候他會知道自己 教不上叉燒 根本自己都教不上自己 又不知為何他必須叉燒出來 這個時候他會搬回那四個字 天生天養啊 小時候都是這樣 害人不淺 為社會製造一些禍害 這樣說吧 你不教他 所謂天生天養 未必百分百會變成壞人 機率會大些 好 有時家長誤以為孩子還少 定時對事務都不明不白 好了 他意思是說 有時以為你家製作 用小時候認識什麼 不要緊 可能兩夫妻想在房間 嘻嘻嘻嘻 嘻嘻嘻 尋開心 然後老闆大聲 吵著 明仔在睡覺 明仔在睡覺 明仔只有兩歲人 他怎知道我也在搞事 就是這個意思 誰知道明仔一歲就知道 好 然而今天這篇文內的學測作文 即是一篇作文 就告訴我們父母做什麼 都未必瞞到那些年輕人 那你那個年輕人只有三四歲 好了 這件事不是說父母在房間上色色 而被那個年輕人發現 更深很多 所以我們很有興趣看這篇文章 好 今年的學測作文題目就是 以聚寫情義 聚事那個聚 聚寫情義為主要的方向 給你一個題目 花草樹木的氣味記憶 這個很好 這些題目 抽象得來 天馬行空任意發揮 你給我作網可以寫三張紙 花草樹木的氣味記憶 我喜歡紋東西 有時喜歡看花 所以這題目適合我寫 考試結束之後 其中學生以玉蘭花氣味 一句花草樹木的氣味記憶 他簡直是玉蘭花的氣味 沒什麼東西 看這題目 玉蘭花的氣味 為主題的作品 被大考中心選為佳作之一 寫得很好 所以我想看 還有一點我也想看 待會告訴你 當他的作品被公佈在網站上網站 佳作 意外掀起熱意 因為很多人 細細品嘗這篇文之後 發言 這個同學 他寫的竟然是他老爸 他自己的老爸 偷情的過程 是不是很厲害 還有他下面有說過 他裏面整篇文 我看了才知道 他這裏要這樣寫 絕對沒有偷情出軌 兩個字 但你看完這篇文 你就會明白 原來他就是老爸以前偷情 是不是很高深 我覺得 玉蘭花的氣味 玉蘭花的氣味 不是很高深 因為他裏面有說玉蘭花的 其實是小三 這位考生在作品裏面 不單止透露 父親外遇當時 他才剛剛上小學 即是小學生 他已經知道 亦都直言父親和女子 只有外遇之實的時候 他亦都在同一個空間裏面 即是甚麼意思呢 其中一次 他在車的後座 而這個老爸開車 女子就在副駕駛的位置 所謂同一個空間 因此 他把這個女子的外貌 看得非常清楚 近距離坐在車裡 我看清楚這個樣子 亦都看到父親和他之間的 曖昧親密互動和對話內容 有幾親密就不知道 他又沒有畫公仔畫出場 而他以玉蘭花來稱這篇文章 因為他稱呼小三的女子 他的名字叫玉蘭花 他在作文裏寫下 玉蘭花妖媚地 營妖著我童年 那女人被我代號為玉蘭花 他聞起來 狠興狠遊 令人著迷 那代號玉蘭花的異國女人 原來不是華人 異國女人也是從 那爬進我父親車上的 副駕駛座的 這句很可圈可跳 那代號玉蘭花的二國女人 也是從那爬進我父親 即是那女的那 上的副駕駛座 究竟可以在行為行動上 具體化 這個女人是否這樣爬上車上 那她當時是否看到 那個女人在車上爬上 她老爸的身上 不知道 又或者不是真的 四腳爬爬爬地爬 這個女人如何入侵到 我老爸和我媽的空間裡面 很多幻想 她寫著 偷情的玉蘭花 串起的情慾 令人作嘔的花香 她一邊讚的時候 最後偷情的玉蘭花 那又遐想 串起的情慾 更加有遐想 一串的玉蘭花的情慾 但是令人作嘔的花香 我覺得她寫得挺好的 大致上 我稍後再看整篇 好了 結果這個考試中心 就給予這篇文章的評價是 以玉蘭花為隱 帶出作者一段苦劫的成長經驗 猶合年幼時似懂非懂的迷夢 我想她不是似懂非懂 她懂了 以及長大之後 對成人世界的感受和了誤 聚捨時則交替於年幼和現在的自我目光 時而隱悔時而顯露 將玉蘭花的香味與生命的複雜 未結合起來 所以我會想看這篇文章 亦評論說 考生的文不老練 描寫生動 單單剛才那幾句都已經覺得是 寓意和層次相當豐富 剛才那句已經是 偷情的玉蘭花串起情慾 令人作嘔的花香 這三句短短已經是 好 接著一些放了上網 我不知道一個考試局 知不知道這件事寫什麼 真正正的 以剛才那樣的評論 但也在網上 可能有問過事主 你是否加一 別管 放了上網之後 有人看到 其中一個 就講這篇文章很厲害 一隻字不提外遇 整篇文章我還沒看 一隻字不提外遇 但是句句都是證據 他整篇文章 很不明白 很不明白 寫給我老爸 有外遇有小三 但是每一句裡面 你看到都是證據 這個是很難的 看完感受到作者的氣氛 感想就很瘋狂 讀這篇文章的時候 感覺都能夠聞到玉蘭花的味道 很愛這個文筆 這些文字 我覺得蠻出色的 如果他真的裡面隻字不提 不會寫得很白 小時候我老爸有外遇 我坐在後車廂見到那個女人 跟他一陰陰陰 他不是這樣寫的 所以我很有興趣 去看看這篇文章 學一下 這些文章要抄考一下 很難的 很難把一件事敘述出來 但我又隻字不提那件事 他這件事 他老爸偷吃 小時候 我回想起我小時候 老爸偷吃 他跟一個鬼婆這樣算 整件事就是這樣 但你寫一篇文章出來 你裡面沒有提過 你老爸偷吃 但是別人看來又知道你寫著 你老爸偷吃 是不是很難 我覺得很難 天下之大 華民的世界有沒有 其實不難 我覺得大陸更加多這些文章 如果你肯發掘 當然可能更加多的意思是 某段時間 我不是說秦始皇 可能現代 某段時間可能已經燒了很多 你看不到的 但總有少許流傳下來的 那些 句句都是隱喻的 那些可以看來學的 不過相對難一點 因為可能大陸 你要知道那件事的歷史背後 歷史真相是怎樣 你才能看出隱喻的 現在不是很輕行 好像這件事 我小時候想起我老爸偷吃 因為那些是歷史的 應該更加多這類文章 看我可不可以融匯貫通 寫一篇文章出來 關於一隻黏土人 整篇文章沒有提 黏土人三個字 但是你看完 句句都知道我在講黏土人 很難 你這麼難 可不可以的 我要去看 按鈴仔 那些批維麗巴 溫得 好 下禁陸也是這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